得到了这样的认知以后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不过对于塔利亚女王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毕竟河豚一族可是长时间都与蛇人一族 保持友好往来的盟友势力 如今河豚一族遭此变故 他在整个虎王这一脉当中的话语权 又减轻了几分 上一代的河豚一族首领 目前在什么地方 你应该也不清楚了吧 尽力无奈地点了点头 塔利亚女王转过头来 看了徐扬等人一眼 所谓的迷雾沼泽 便是塔利亚最初之前 对徐扬团队交代的那样 乃是虎王麾下八大种族当中 排名第二的三头地狱犬一族的领地 而这一族毫无疑问 也是原本蛇人一族的盟友势力 和蛇人一族常年处于对立的关系 行了 你的作用已经发挥得差不多了 那么接下来 也该履行你最后的职责了 徐扬缓缓缓从半空中重新落到白龙的脊背上 面色平静地打亮着浸在咫尺的锅中锦里 并非是徐扬仁慈 只不过他这个人做事有着相当的原则 既然对方如此配合自己 理当饶他一命 话音一落 徐扬就这样一根手指 轻轻地在锦里身上滑动了一下 虽然答应放他一命 但是一定要废掉他所有的修炼根基 伴随着锦里一声痛苦的呼喊 他体内凝结着他全部修为和力量的本源 就此破碎 直接将这个家伙打成了原形 身上原本璀璨的金色光芒不复存在 并且他膨胀自己肉身的能力也就消失 恐怕一直到他生命里走向枯竭 也就只能保持着这么大的形态了 从现在开始 你再也没有了肆意掌控着 湖泊内所有鱼类生死的权利 也成为和他们一样一条普通的鱼类 就这样在这片湖泊当中度过自己的余生吧 话音一落 徐扬将他重新丢进了湖泊深处 原本塔利亚女王的确是 想在这条路线上去和河豚一族打个照面 可是现在听到刚刚那条锦里这样一番解读 女王意识到周围这片水域都不可能再有河豚一族的身影 与其在这里浪费更多的时间 倒不如加快形成直奔迷雾沼泽区域 将这样的想法告知徐扬之后 徐扬也给予了支持 在横渡这片浩大的湖泊成功登陆之后 徐扬团队再一次加快进行节奏 花了不到两天的时间 便顺利抵达迷雾沼泽外围区域 然而让徐扬团队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刚刚进入到这迷雾沼泽外围区域 就让他们发现了一件十分震撼的事情 居然在这沼泽外围区域 看到了一些零散的河豚骸骨 看样子这些河豚的骸骨 已经遗留了在这外围区域十几年以上的时间 肉身早已经被各种生物分饰得干干净净 唯独这些晶莹的骨骼证明了他们生前都拥有不俗的实力 在兽族当中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位置 都悲惨地沦落到如此下场 奇怪 河豚一族根本不适合生存在这种沼泽区域 为何这里会出现他们的骸骨呢 塔利亚女王给出了这样的疑惑 而徐扬团队众人也纷纷围绕着这些骸骨进行了一番观察 可惜 由于他们陨落的时间年头有些长了 在这周围根本无法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 来供他们寻求线索 徐扬的眼神渐渐凌厉了几分 看来能够给我们答案的 只有统治着这片迷雾沼泽那三头猎犬一族了 沿着这条路一直朝着迷雾沼泽区域进行深入 诸如外围那样的河豚骸骨随处可见 越看越是让塔利亚女王感到心惊 莫非河豚一族是被这迷雾沼泽当中的兽族给囚禁了 这样的想法在脑海中一闪而逝 塔利亚女王甚至无法用这样的猜测来说服自己 然后让他没想到的是河豚一族的遭遇 确实要比他想象中的更加悲惨 团队众人一路及时向前 很快便感知到前方不远处 有着兽族之间厮杀的场面发生 近距离观察一番 看到的这一幕彻底震撼了徐扬团队的每一个人 接连十几只河豚 此刻正被三只体型庞大的沼泽猛兽围困 其中一只赫然便是这迷雾沼泽区域的领导者 三头猎犬一族的战士 身边带着一只恶狼 还有一只通体转刻着花色斑纹的猎豹 这三个大家伙并没有立刻征服对方的意思 反而像是以戏谑的姿态 玩弄着这十几只被困的河豚战士 一点点蹂躏着他们的身躯 根本不急着将他们吞噬 这十几只河豚当中 唯一的一只相对比较健壮的成年河豚战士 几乎在用哀求的口吻 祈求着眼前这三只猛兽 然而作为回应 那为首的三头猎犬 也就是这迷雾沼泽当中所谓的贵族 毫不犹豫探出一只剑朔的前鸟 死死地将这只河豚领导者按在了地上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我就将你碾成肉泥 然后再一点点地 把玩你的这些后背们 这三头猎犬战士一点点加大找下的力道 就在他放肆的狂笑期间 一股巨大的力量横空降临 直接将这三头猎犬的头颅踢飞 鲜血当场从他的脖子上迸发了出来 当然 被踢碎掉一个脑袋 这家伙还有剩余的两个头颅 并不会将他的意识完全崩碎 但这样的断头之辱 对于三头猎犬一族来说 就是最高规格的羞辱了 少掉一颗头颅 会让他今后在族群当中永远也抬不起头来 这样的感觉会比直接将他斩杀 更令他痛苦 暴怒之下的这名三头猎犬战士重新站起身来 恶狠狠地凝视着凭空而降的徐扬的背影